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学校里有一条可怕的传说 据说每天晚上十二点 学校里面就会出现一个红衣小女孩 小女孩会拦住路过的人一起玩游戏 如果你不跟她玩的话 那么小女孩会生气的把你当场干掉 但如果你和她玩的话 那么小女孩就会开始疯狂追杀你 只要你跑得稍微慢一点 就会被小女孩当场干掉 蓝色妖姬知道这件事后特别高兴 她觉得自己如果能直播找鬼的话 那岂不是一夜暴富 于是当天晚上 她便和昆昆一起溜进来学校 但幸运的是 她们刚进门就发现了红衣小女孩 这时直播间的人数已经来到了十万人 为了让直播有更多人看 昆昆上去就给小女孩一个大逼兜 小女孩被打了一巴掌非常生气 当场变成红色风暴解决了昆昆 蓝色妖姬看到这一幕吓坏了 这时红色妖姬也发现了妖姬 两人就这么你追我赶的跑了一个马 到了第二天蓝色妖姬实在跑不动了 呃我不行了死了算了 可这时红色妖姬已经追了上来 哈哈哈哈蓝色妖姬忍命吧 呃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但这时红色风暴已经冲了过来 正当她要抓到蓝色妖姬的时候 一定要失控的汽车突然冲了过来 蹦的一声风暴没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